第2329集 狂暴杀意笼罩之下 夜晨淡然自若 气息平稳没有丝毫波动 仿佛狂暴杀意 不过是一缕清风般的淡然 看到这一幕 大厅中的众人全都眼睛一眯 看出端倪 夜晨虽然境界不高 但是实力恐怕不简单 一群人纷纷猜测起夜晨的身份来 毕竟能以天神境三层天的境界 无惧圣祖境中期的杀气威亚 这绝对不是一般人 身份很可能大到吓死人 就连大厅角落里的两位 圣祖境九层天修士 此刻也是对视一眼 眼中亮起光芒 他们对夜晨产生了兴趣 你是什么人 壮汉此刻也看出夜晨的不简单 脸色顿时凝重起来 他后悔自己太过鲁莽 对夜晨出言不逊 只是此刻已经是骑虎难下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太过躁了 滚出去吧 夜晨淡淡说道 下一刻骤然出手 毁灭神道爆发 夜晨煞剑在手一剑刺出 简直像是要洞穿诛天 斩破环宇 一剑之为浩荡无穷 锋芒闪耀到了极致 夜晨天神镜二层天的时候 便能和轩辕莫爷 以及莫血明博弈 此刻天神镜三层天 他的实力更加可怕 一出手仿佛是 圣祖镜九层天的存在 让人心神震撼 只是一剑 让整个大厅都陷入了死寂 而直面夜晨这一剑的壮汉 更是吓得脸色大变 只感觉死亡危机 席卷而来 浑身冰凉如同坠入无尽地狱 大人饶命啊 壮汉已经吓得说不出话 而此刻他的同伴 却是惊恐大叫 同时出手上前 帮壮汉抵挡这一剑 壮汉的四名同伴手段齐出 狂暴力量席卷而来 整个花都楼 都仿佛要被这狂暴力量震碎 但是在下一秒 壮汉的四名同伴 却同时倒飞而出 一个个脸色苍白 口吐鲜血 四人合力竟然 挡不下夜晨一剑 甚至全都受创 而打退四人夜晨的 煞剑锋芒依旧 瞬间从壮汉的身前 洞传而过 壮汉捂住胸口 无尽地狂暴煞气 在他体内冲击 他面黄如土 眼中充满惊惧 夜晨留守了 煞剑避开了他的心脏 不然他现在已经是死人一个 多谢大人饶命 我现在就滚 我们现在就滚 壮汉捡回了一条命 哪里还敢叫嚣 满头冷汗都不敢擦拭 脸盲冲着夜晨求饶 转身便带着几名同伴 屁滚尿流盆的桃李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夜晨冷眼看着他离开 淡漠地将煞剑收起 目光看向方才上前的女子 求死之境的地图呢 我这就拿来 女子被夜晨看了一眼 吓得脸色苍白 连忙开口打倒 此刻女子总算明白 遮天魔地身为圣祖境九层天 为什么要带着夜晨同行了 因为夜晨完全就是个怪物 境界虽然只是天神境三层天 但夜晨的实力却可怕到了极点 恐怕不逊色于圣祖境九层天 这是何等的无敌 女子惶恐离去 大厅内的众人此刻也都收回视线 生怕自己的注视触怒了夜晨 惹来方才毁天灭地般的可怕一件 不论是神国还是域外 这样的人永远都有 必须要让他们怕 才能免除骚扰 遮天魔地此刻突然开口说道 夜晨文言淡然地点点头 他清楚遮天魔地的意思 就是想让自己借助方才的壮汉立威 杀鸡儆猴 其实进入花都楼之后 夜晨也察觉到有不少人目光 不怀好意地打量自己 不过他并不在乎而已 如今出手震慑之下 这样的目光便全都消失了 而在这时 两道身影却是向夜晨二人走了过来 夜晨眉头微挑 这二人正是方才坐在大厅角落之中 和遮天魔地境界相同的 两名圣祖境九层天修士 这两人长相不凡 气质也十分不俗 隐隐透着一股尊贵气息 恐怕是域外颇有名望的家族之人 这两人一人身穿金色铠甲 铠甲散发出汹涌澎湃的鸿蒙气息 一看就是不是凡物 而另一人则穿着一身血红色的衣衫 身后竖着长发 看上去像是一个女子 但眉眼间却充满了鹰气 两位兄弟真是深藏不露 我们二人佩服 血红衣衫的男子走上前 看着夜晨当即恭维到 一旁的铠甲男子也客气地抱了抱拳 夜晨看二人不像是来找茬的 淡然一笑 开口道 二位见笑了 我的实力可比不上二位啊 你们两个也要前往九死之境 这天摩帝站在一旁突然开口 目光辟匿 霸气非凡 是 血红衣衫男子当即点头 开口说道 在下君墨 这位叫杨瀚 准备一同前往九死之境 查探一番 不知二位有没有兴趣同行 夜晨文言微微点头 明白这两人过来的目的了 原来是想结伴而行 三名圣祖敬九层天 再加上自己这个境界 虽然只是天神境 但实力却也差不多 达到了圣祖敬九层天的人 这样的阵容倒是十分不错 哪怕是探索九死之境 也多了几分把握 在下夜晨 这位是摩帝前辈 夜晨没有废话 当即开口道 夜晨不在乎君墨和杨瀚 是否心怀鬼胎 两人实力虽然不错 但是动起手来 他和折天摩帝 可不是吃素的 摩帝 君墨文言目光闪动 敢称摩帝 这可不是一般的名讳 看来夜晨二人 的确来历不凡 不过他和杨瀚 也并非等闲之辈 见过夜晨兄弟 摩帝前辈 君墨心中思索 同时客气地 冲夜晨二人抱圈道 两位不必等那女子 取来地图了 九死之境的地图 我手里有 既然二位也要前往 不如现在即刻出发 君墨看着夜晨 开口说道 看样子 他对探索九死之境 很是上心 一提九死之境 甚至有些兴奋 哦 有地图了 夜晨文言眉头微挑 折天摩帝则没有说话 只是站在夜晨的身后 魔气滚荡之间 强横的气势流露而出 让杨瀚和君墨 越发地客气起来 对 这便是地图 夜晨兄弟可以看看 君墨文言笑了笑 直接将地图拿出 这竟然是一张 弥漫着星辰气息的图卷 夜晨见状摊开地图 便看到无尽星光涌现 而在他眼前 无尽星光汇聚成一幅地图 夜晨眼睛注视着地图 能够看到上面 标示着红点的地方 距离自己所在的 星寒城没有多远 那里便是九死之境 地图是真的 夜晨微微寒手 随后将地图 抵还给君墨 开口说道 既然如此 那我们便出发吧 好 君墨文言露出笑容 夜晨兄弟果然痛快 随即 夜晨与这天摩地 便跟着君墨二人同行出发 等到方才的女子 拿着地图回来的时候 却发现夜晨早就离开了 九死之境 在星寒城的东南方位 此刻离开星寒城 便是一望无际的 荒原 荒原之上 无数白骨堆积 天穷之上 飞着一支支 叫声难听的乌鸦突鹫 盘旋在夜晨四人头顶 君墨这人很健谈 此刻四人前行的路上 他还不忘和夜晨闲聊 倒是杨瀚 一路上冷着脸 不言不语 看上去有些木讷古板 君墨倒是习惯了 杨瀚这个样子 对此不以为然 还告知夜晨二人 杨瀚是个老古板 让二人不要怪罪 杨瀚说不说话 夜晨都不在意 反倒是君墨让他有些好奇 君墨身上隐约有着一股诡异的血气 这血气给他的感觉十分沧桑 仿佛是万古岁月前便存在的 距离九死之境越来越近 夜晨能感知到天地间的死气越发浓郁起来 甚至地面上的那些森森白骨 竟然都有的眼眶中燃起了悠悠火焰 而在这时 君墨开口问道 夜晨兄弟 二位前往九死之境 是想寻找机缘吗 嗯 听说九死之境 是一位无上存在生死之地 导致这里最终变成了一处绝境 但在这绝境中 却是有这位大能留下的传承 能够得到传承便能无敌于世间 夜晨语气平静地说道 这是他前往新寒城前打探到的消息 这传闻不可信 君墨听到夜晨的话 却是哈哈大笑起来 哦 君墨兄知道九死之境的来源 夜晨闻言眉头微挑 他对九死之境很陌生 有君墨帮忙 解答倒是一件好事 当然知道 君墨笑道 这九死之境 其实曾经是一处战场 但是战斗太过可怕 死了无数惊天动地的存在 这才导致这里变成了一处绝境 而九死之境形成之后 那些死去存在的怨念 竟然在向整个狱外扩散 要将整个天地都变成一片死狱 因此有大能出手 打碎怨念 让怨念永远不能重聚和扩散到外界 还有这样的说法 夜晨眸子微眯 相比于他听来的传闻 显然是君墨的更真实一些 而此刻君墨接着说道 其实我之前 已经寻找过很多次九死之境了 杨汉兄弟也是我碰巧遇到的 从那之后便一直结伴同行 只是我们二人却从未找到九死之境的入口 你这是什么意思 夜晨闻言眉头一皱 折天摩地告诉他 轩辕墨爷和叶洛尔坠入九死之境 但君墨却说他连九死之境的入口都找不到 夜晨兄弟有所不知啊 九死之境的入口飘忽不定 一般人根本找不到 因此他们将这柱荒原 当作九死之境 其实九死之境是一处神秘至极的地方 猜疑